Hello 大家好 自从新冠病毒 2月份进入意大利以来 疫情迅速蔓延 3月10号 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全国分城 在近两个月的分城严格控制下 意大利的疫情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那么5月4号呢 意大利解分城市 今天我来到了米南市中心 来看一看解分之后 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意大利城市解分之后呢 现在公园也开始对外开放了 他们有骑自行车的 有带小孩子出来逛逛的 也有遛狗的 也有跑步的 健身的 还有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浴的 意大利的警察还是进公园检查 他们对公园里的人流量还是有严格控制的 如果人流量超多的话 他们还是会临时决定 关闭公园的 那么现在呢我来到了米南最中心的地方 光伯大教堂这里 这里也是意大利著名的旅游景点 全世界各地人来米南 这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来到这里呢 人明显的比平时稍微的增加了那么一点点 也没有很多比我想象中的少多了 5月4号解分 主要是针对一些建筑业 制造业和加工业 所以他们首先解分 允许生产 那么在 解分期间 包括我们 今天要出行 其实还是要做一个自我生命的 允许出去 去探亲 但是不允许去反友 不允许聚会 可以到 边上的公园 去锻炼身体 那么企业 恢复生产呢 它有一个严格的 防疫要求 就是必须要有 一次性的手套 洗手液 还有那个 体温枪 等等 这些商店它都还是在关闭的状态 这两边的人行道上其实还是 没有多少人出来 这里就是 著名的一些一线的品牌店 这里两边都是一些商店 都还是关闭的状态 那么这里有一家咖啡吧 在开门营业 那么 人不可以继续消费 只能是在外面 打包 放在盒子里 他们也是都是戴着口罩做好的各种防护事 平时这里是人山人海的 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这里 旅游 观光 购物 这条街 星期天的时候这里是人山人海的 当地的意大利居民还有其他地方来的 要找中国文化中国元素 他只有来到这里 来到了这里来到这华人街 我们就能看到一切能感受到中国的 这个浓浓的文化学习 我灌了大概有 200来米了 那么看到我们的 侨胞还有很多商业还没有开门营业 你看 还不敢开门 说实话 因为到昨天为止 他的确诊率还有 1300多 大家都还是在家里居家防护 这是一个意大利人 他在这 里面也没有人 伴随着 意大利 的 解封 那么虽然说目前的 疫情形势还是 非常的严峻 但是我们相信 在当地政府的 管控之下 疫情的形势一定会 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华商呢 也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逐渐的复工复厂 我们相信 办法总比困难多 相信一定会 越来越好